有一对新人刚结婚 南方的母亲是这么跟儿子交代的 各位家人听听看有没有道理 他说 首先我和你爸不会和你们同住 一来呢让你们拥有二人世界 二来呢即使我们再怎么开明 也毕竟是两代人 在一起生活难免就会有割合和矛盾 等你们将来有了孩子 我再去帮忙照顾 帮你们做家务带带孩子 让你们上班没那么辛苦 你们还年轻 年轻人就该有自己的追求 其次哈 你们结婚以后难免会遇到各种矛盾 那这个时候我不希望你一起用事 作为男人你要先跟妻子道歉 你先道歉不是为了证明你真的错了 其实谁对谁错都无所谓 你道歉只说明了 在你心里它很重要 男人啊就要有身怀 有气感 能让就得让 你看看我跟你爸 我们结婚这么多年 哪一次吵架不是他先认错呢 我们女人有的时候要的就只是一个态度 没啥事是过不去的砍 你用心的哄一哄 他感受到你的那份真心 自然也就和解了 最后 无论你的妻子坚持要上班 还是要辞职 在家做全职太太 我都希望你能够尊重她 爱护她 因为我曾经也是一个劝职太太 我知道这其中有多难 你们男人以为只需要暗月 往家里打钱就行 觉得这样自己已经完成了任务 但是女人是大大小小的事 都得操心 我们付出的是心力啊 这才是最辛苦的 你要记住的是 我永远是你的港湾 但你的媳妇才是你的家 希望你爱她 听她的话 这就是一位母亲给儿子的婚姻忠告 皮肤前的您同意她的三个观点吗 谢谢大家